Hello大家好,我是二姐,天气越来越冷了 萝卜是大量的上市 俗话说冬吃萝卜下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今天咱们用绿萝卜来做个好吃的 花五毛钱买了个大萝卜,咱们来把萝卜给它切一下 绿萝卜的皮咱们不要给它削掉 因为萝卜皮也很有营养 先把萝卜给它切成片 萝卜切成片之后改刀给它切成丝 萝卜切碎 切好的萝卜给它装到大盆里 小块洋葱,咱们给它切碎 给一点洋葱更提味 然后洋葱给它放到萝卜碎里 一把香菜,洗干净之后我把香菜给它切碎 同样也是放到馅料里面 因为咱们来调一下味儿,加入食盐 胡椒粉,胡椒粉,蚝油 一点生抽 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加入面包糠 我这个盆好像有点小了 好,咱们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两大勺的干淀粉 然后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好,拌匀之后咱们来做丸子 咱们取适量的馅料 先给它捏紧实 然后团成丸子 这样一个丸子就团好了 油温五成热下入咱们做好的丸子 这个时候把火给它调小 这样炸熟的丸子颜色才一致 丸子全部放完之后将火调大 这个时候不要动丸子 这个时候搅动容易将丸子给它搅散 先给它炸至定型 丸子炸至定型之后 用铲子给它轻轻推动 让其受热均匀 将丸子给它炸至全部浮起 变成这种金黄色 就可以捞出来了 放到这个大盘子里 萝卜丸子就做好了 咱们掰开看一下 它做出来的丸子外皮是酥脆的 咱们掰开看一下 里面满满的萝卜馅 萝卜丸子就做好了 咱们来尝一下 外皮是酥脆的 满满的萝卜香 真的是特别好吃 炸好的萝卜丸子 今天咱们就不吃了 给老爸送去 老爸最爱吃萝卜丸子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